日本杂志介绍台湾 当然不是今年才开始 有些人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拍这么杂乱的地方 我们没有能够去日本打最后的四强赛 当时日本的球迷一片的哀嚎 这次介绍的宜然不得了 他直接是介绍到龟山岛 带着大家去登龟山岛了 各位公友大家好 我是旅行长龟头坚 最近你可能也看到 日本的Brutus杂志 又出了一本以台湾为封面的专题 而且是海外旅行开放之后 就从台湾开始这样的主题 其实日本杂志介绍台湾并不是第一次了 从2015年开始 我就曾经接触到一些日本的采访团队 来台湾要采访各方面 从旅行到文化等等的内容的素材 我也曾经参与一些团队或者专案 去日本去行销台湾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回想起来说 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 疫情前疫情后 有那么多的日本的杂志或者日本书籍 曾经介绍过台湾 那么大家可能也很好奇说 日本人或者日本的杂志 到底是用什么角度来看台湾 或者是他的杂志里面 到底介绍了台湾哪一些景点 或许你也会跟我一样 觉得哇原来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杂志的内页吧 关于加入会员的费用跟细节呢 其实我们已经悄悄开启了会员的功能 那你点进来的话就会看到一些内容 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公投 鼓励我去做更多更多元的这些影片的内容 我也现在在这边感谢大家 喜欢我就给我钱 没有啦 没有啦 我们这频道 我们也没有 之前也不是在 大约是从2015年左右开始的 因为当时我经营一个网站叫旅饭 那么旅饭的总编辑呢 是黄丽群 也就是非常知名的作家 那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他就获得一个邀稿 这本杂志是叫做Pen Plus Pen Plus在2015年10月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起叫做 台湾Karucha Cruise 就是台湾的文化巡航 那么当时黄丽群在里面写的一篇文章 是放在最前面 他就在介绍 我们如果从那个汉字来看 他是写台湾乘以陆地 这个陆地呢 其实在日语的意思就是巷弄 换句话说呢 他是在介绍台北的这个巷弄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就特别介绍了台北的一些好逛的巷弄 在这个杂志里面我们看到一位名人 也是我至少看到他出现两次的 就是我们享誉国际的这个厨师啊 江振成 安斗雷群 那么如果你看过他的纪录片就知道 江振成他小时候是生长在士林 所以他对士林那个区域啊 有很多的市场 他是特别的喜欢 那在里面就有介绍到士林的华融街市场 还有士东市场 那如果比较远的话就是宾江市场 那能够跟着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米其林星级的大厨 去市场里面这个寻找他喜欢的一些小吃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主题 我觉得日本在做杂志的时候 常常会把一些人文的精神把它带进去 好比说我看这个杂志看到中间啊 就突然发现 他有一篇的主题 就叫做台湾与人 就简单来说 他在介绍台湾的人 或者说人文的地景 我想大家也都听过一句话 叫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虽然这句话有时候他不尽然会统一 因为我想每个国家的人都还是有他的好 或者不是那么好的面向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在这个杂志的这篇专题里面 他也请到一个我认识的作家就是张维忠 张维忠是长期住在日本的台湾作家 那么特别从人的角度啊 来跟大家讲 台湾人的毅力跟信赖 然后把一些台湾人的个性当中的一些特色 因为我相信说对于日本人 他如果来台湾旅游 一定会感受到台湾的亲切跟热情 虽然充满了一些比较杂乱 比较奔放 比较不像日本那么井井有条的这样的风景 但是或许我们也可以说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特色 既然是以台湾的文化为出发点 那当然除了前面的这些以外 甚至做出了一个年表 详细的年表 让读者可以简单的了解台湾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时我看完这本杂志之后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 然后你也发现到说过去可能以为说 日本的民众或者说读者 对台湾都很熟悉 可是事实上还有很多人真的是不太清楚的 进入到2016年啊 哇那整个日本杂志的台湾boom 就是台湾的风潮啊 整个就被掀起来了 那我在当时就注意到一本 它平常都是这个奢华旅游为导向的这个杂志 就叫Claire 或者是Claire Traveler 那么Claire这本杂志呢 其实它从头到尾做过很多次台湾的专题 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 它做的第一个台湾的专题啊 哇那个封面一看 我相信台湾人自己都会觉得感动 因为它写着特辑美丽的台湾 那更让人觉得印象深刻的是 它的这个封面拍摄的地方呢 是在雾峰的临家 那个封面让人家一看就觉得 第一个它不是大家很熟悉的那种台湾的印象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它又非常的美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有提到说Claire这本杂志呢 它是以这个奢华旅游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呢 它有很漂亮的摄影 然后用全版的方式来展现 看到这个画面 我自己都觉得非常感动啊 因为我是在宜兰罗东出生的 那么对大家来讲 龟山岛都是很熟悉的一个蓝洋平原的印象 那你看这张照片啊 它选择这样的一个色调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拍到的龟山岛 我相信很多日本人对这个景象它是陌生的 但是看到又会深深的被打动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很快给大家看几张 也是属于这本Claire杂志里面的照片 像这是花莲 它用了一个花这样的一个象征呢 马上就跟花莲这样的地名啊产生联想 那接下来看到墾丁 他们确实也很厉害 因为他们挑到了龙盘公园 龙盘公园这个角度所看到的巴士海峡 跟太平洋的景观啊 我觉得是在其他的一些度假的岛屿 比较少看到的角度 接下来我们看到嘉义喔 其实我当时看到嘉义的这一页啊 我突然一下子有点这个好像跟我们以前对嘉义的印象是完全不同喔 后来仔细看内文才知道 他介绍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南院 有别于过去我们只是对阿里山这样的印象 好那么来台湾当然不可能不提到吃 那所以这个后面的主题就是台湾的美食巡礼 一样的 你看到他又发挥他的摄影跟排版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啊 把这些美食啊 拍得非常的让人家垂涎 好那么来台湾呢 大家也要买一些伴手礼 那我觉得这些杂志 注意喔 这个是2016年的杂志 其实在那么早的时候 他们对伴手礼的一个挑选啊 就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一个视野 好比说像这几年我们大家也都注意到 有一些令草编织的这样的一些手工艺品 在当时他就介绍 甚至于呢也会介绍到原住民的一些编织跟传统刺绣 还特别跑到太马里 去采访一些这个手工艺的工作室这样 好那我现在回头看到这些2016年左右的杂志 我就回想起来说 其实在那段时间呢 我也曾经参与了一些 就是到日本去行销台湾的活动 那么当时我们就发现说 虽然以前有很多旅游业者 也曾经去跟日本的旅游业者来进行交流 但是一般的民众 对于台湾 其实除了台北或台南以外的地区呢 还是相当陌生的 像我那时候负责去推广的就是屏东县 在那个之前呢 很多这种杂志的总编辑 连屏东县在哪里都没有听过 他们一直以为台湾的最南边就是台南 后来日本的杂志来台湾采访的时候啊 慢慢就会往一些其他的县市 当然屏东县当时是最明显 像在2017年呢 我也曾经协助过日本一本专门在报道 地方创生的杂志叫Sotokoto 他们当时就到屏东县去做了一些采访 那我也很高兴看到 屏东的这些地方跟内容 慢慢的都可以让日本的杂志 以及读者开始接受 好那么讲到2017年呢 可以说是日本杂志报导台湾的一个高峰期 那当时有一本杂志呢 我相信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它封面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那就是Bluetooth这本杂志 在2017年8月所推出的 101 things to do in Taiwan 就是在台湾可以看的 可以买的 可以吃的 101件的事情这样 好那这个封面呢 是以台南的国华街作为封面 其实这个封面刚推出的时候啊 我就听到有一些 好比说脸书上有些朋友的评语 有些人当然就觉得很喜欢 因为哇觉得这条街就完全展现出台湾的这个地方特色 那有些人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拍这么杂乱的地方 因为这个旁边有停的一些 这个算是围停的机车这样 但话又说回来 这其实就是台湾的特色 我们如果真的把它拍的太漂亮 那日本旅客来的时候 发现哇满街都是摩托车 他是不是就会觉得有一个落差 好那这个Bluetooth推出的时候呢 它出了两个版本 因为在2017年8月第一次推出的时候 它是报导了台北台中 还有台东跟台南 好那么因为这本杂志当时实在太受到欢迎了 我相信不只是很多日本的读者去买 几乎当时去日本旅行的这些朋友啊 哇那人手一本 还有人拜托说 那你帮我买一本 所以一个人可能会买个两三本回来 所以在半年之后呢 他们就推出了一个特别编辑 叫做增补改定版 终于把视野放到台北跟台南以外的地方 那这本Bluetooth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注目 当然这本杂志原本在台湾呢 就是许多的文青或者生活风格爱好者 他们会平常就会阅读的杂志 在当时呢 我还记得有人就在网络上就做了一个图框 换句话说 每个人只要上传自己的照片 都可以做成一个Bluetooth的台湾的封面 哇那时候大家就疯狂的 上传照片做自己的封面 那这个当然也引起了Bluetooth的注意 后来他们干脆就收集了这些所有大家做的封面 在这本杂志里面呢 做了一个叫谢谢台湾的这两页 其实看了之后呢 我相信大家会觉得蛮感动的这样 OK那么中间经过疫情的这几年 到了现在国门终于重新开放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拿的这一本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 之前造成轰动的Bluetooth 再一次报导台湾的这个内容 我相信大家一定对于这个内容相当的好奇 其实我去日本的时候把它带回来 我在飞机上开始翻了 边翻就边笑 再一次印证说Bluetooth的眼光真的非常的独到 一开始开篇的报导啊就是高雄 高雄的爱河湾 确实高雄在这几年的发展 不管是在市容或者在活动这种活力上面啊 不仅我们自己非常有感觉 日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高雄这个港湾都市啊 也成为他们报导的一个重点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两页啊 用这种很小的图片来组合 这也是日本杂志常常用的手法之一 那这个手法就是说 它用新的跟旧的高雄去做一个对照 让大家看到现在高雄的面貌 一个完整的面貌是这个样子 好那这里面我也发现到说 开始介绍台湾的精量啤酒 确实台湾精量啤酒在这几年 也有很多元化的一个发展 它也特别介绍到台湾的Y 也就是葡萄酒跟自然酒的一个发展 介绍了威石东酒庄 介绍了二林庄园等等 那么由于自然酒这个风潮呢 目前在日本呢是芳心慰爱 非常的流行 所以他们特别也找了两家 是以自然酒为主的这样的酒吧 来做一个报导 好接下来也是日本杂志 很常使用的这个手法 就是邀请一个明星 来做一个逛街跟导览 那这一次他们请到呢 是姚爱宁 非常年轻的一个 但是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个演员 然后导览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中山道大稻城 中山站的附近呢 本来就是日本的旅客 非常熟悉的一个区域 那么他们这一次就把这个 再把它延伸到大稻城 那毫无疑问的 大稻城也是这几年 很多新的店 跟新的文化产生的地方 也是日本人现在 非常想要多了解的一个区域 好那么接下来 它又介绍到我的故乡宜兰了 哇这次介绍的宜兰不得了 它直接是介绍到龟山岛 带着大家去登龟山岛了 其实我有点怀疑日本旅客来 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登岛 但是话又说回来 它大概只要花个半天的时间 就可以去了 所以这个介绍还算是蛮合理的 好那我们这一页看到 它介绍龟山岛上面呢 不只是搭船去绕一圈而已 还是真的到岛上去走步道 再翻过来这一页 我看到就笑了 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到联友把它截图 这上面介绍的是什么呢 是台湾的拉拉队 就是在日本也非常知名的 轻轻跟林湘 记得不久之前有那个WBC嘛 经典赛的时候 那台湾很可惜 我们没有能够去日本打最后的四强赛 当时日本的球迷一片的哀嚎 因为他们就看不到台湾的拉拉队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拉拉队也成为台湾现在很好的 这个国家品牌的一个代表 好那最后我要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个又是前面我们在介绍Clear的时候呢 看到嘉义的照片相当惊艳 我这次看到Brutus帮嘉义拍的照片 又是相当惊艳 我觉得日本的摄影师跟杂志 好像有点特别喜欢嘉义 而且他们给嘉义的这个版面跟照片都很好看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就是老房子跟山 那这确实就是嘉义给人家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嘉义的市区就是很多修整的蛮好的老房子 那山当然毫无疑问过去从阿里山开始 这些茶园这些云海的景观 本来就是一个国际观光的焦点 我们今天等于说是大致上 先大致看这个日本杂志的一个趋势 那么将来呢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主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针对个别杂志里面介绍的这些点 那而且因为在台湾嘛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真的可以自己亲身去实地造访跟采访 那如果这个主题呢大家觉得OK 有兴趣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加一 然后将来呢我就会针对个别的杂志的内容 再去做更深入的报道 这样又多了一个新的系列出来 然后不但再开新的系列 但是没有关系 本来日本台湾 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些文化历史旅行的故事 就很值得介绍给大家 好那我们这集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继续关注公投间旅行长之后的各个系列的话题